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小轩我为大家收集了六个你需要知道的拍币新资讯 也让派友们知道最近派有什么新消息 顺便让大家知道项目在顺利进行着 然后影片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拍币的价值观念 希望影片能够提高大家对拍币的认知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每个月的2号是大家降速的日子 这个已经是成为今后的常态 更新前的基础速率是0.0193 更新后的基础速率是0.0187 速率下调了3.2% 小轩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生态上线后 拍币有一个价格了 那么参与者的数量肯定会急剧增加 此时挖矿速度可能会下降很多 并且会按星期天数来进行调整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按月调整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还能以高速挖矿拍币的时光 第二个消息更新 KYC在中国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由于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派友需要使用科学上网来访问派Network 所以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用户KYC要更久 更复杂 从而导致他们延时收到KYC名额 所以这些国家或地区收到KYC的速度会比其他地区慢 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尼古拉斯博士在上个星期的聊天中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处于测试后期 不过核心团队将在这一周进行部署 以便他们可以监控该功能 总之 尼古拉斯博士说过了 只要是真人操作的话就一定可以通过KYC 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真人 所以说只要你是真人操作的话 就不用担心无法收到或通过KYC 第三个消息更新 KYC重新提交功能 好消息 如果你的KYC已经等待很长时间都还没通过的话 那么你现在可以前往KYC的应用程序 并重新提交你的KYC申请 如果你看到重新提交的入口 只要点击Resubmit就来到重新认证界面 然后就会默认会显示英文操作界面 这时你只需要点击左上角 小地球图标切换成简体中文 整个重新认证界面就是中文了 接着认真按照系统提示 提交成功后就等待审核 全部过程结束了 你只需要耐心等待人工审核通过就好了 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秒过审核 同样是需要等待人工审核 至于还在等待KYC实名认证的派有也不用着急 因为通过KYC只是早晚的区别而已 只要你是真人 早晚都可以KYC和应设的 第四个消息更新 将会增加更多的数据在Pi区块浏览器 尼古拉斯博士公布了最新的主网 迁移数据 截至7月3日 已经有462千的人和4.2亿的Pi币余额迁移成功 然后尼古拉斯博士表示将在Pi区块浏览器上 增加总供应余额量 总锁定的迁移数据 迁移总账户 总流通供应量的数据 所以之后我们就能在Pi区块浏览器上看到更多透明的数据了 第五个消息更新 已经很多天了 Pi币还没映射怎么办 美洛蒂管理说 如果超过5天Pi币没有映射进钱包的话 请大家来聊天室里反馈 所以如果派友完成了主网要点第7项超过5天了 但是Pi币还没映射进您的Pi币钱包的话 那么您就要去聊天室反馈了哟 小轩我在这里跟大家啰嗦一点 还没映射的派友或即将映射的派友们请注意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检查主网要点的第三项钱包地址或助记词 跟主网钱包有没有一致先 确定它们是一致后才去完成第7项 如果准备就绪 等待通知 点击千一按钮 就可以进行映射了 第六个消息更新 14天等待期结束后 可以自由使用Pi币 之前中文社区传播映射到 封闭式主网的主网Pi币 是不能点对点转账的 只能通过生态来进行转账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只要你的Pi币映射到主网 就可以进行点对点转账 只不过你只能转账给已经完成KYC的先锋 那么可以进行点对点转账 就是说Pi币在7月12日之后就会有价格了吗 小萱我个人认为 不出意外的话 7月12日之后 也就是14天等待期结束了 交易就会开始 交易就意味着大家说的异货可以进行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异货不过是交易的冰山一角 然而 许多人的认识仅限于所谓的异货 似乎在他们的认知里 异货就足够了 实际上 异货不过是交易的边角而已 一直以来 进度都在尼古拉斯博士的计划之中 这一点我们也是必须要清楚的 我一直说 万物发展都需要遵守底层逻辑 不管是什么是合物 都需要时间来发展 没有一蹴而成的事情 若是有 生命周期也非常短暂 世事难料 未来变化无穷 所以我们所欲之事 淡然对待才是最好的选择 异古拉斯博士在视频内说过 要想获得真正的长久的成功 从来没有捷径可走 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PiNetwork都一样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不管是在加密还是非加密领域 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建立 希望所有的派友们都有同样的精神 看透他们的喧嚣 看透外界的起伏 继续专注于实质的建设 在顺境和逆境中坚持不懈的自己创造 一起努力去实现PiNetwork的愿景 总之能开始交易的时候就是PiNetwork最大的进展 也是大家财富的起点 更是一切好生活的开始 PiNetwork它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一番伟业 而这个伟业就是改变全球金融 互联网 信任 经济 民生 软件 硬件 文化等领域 让人类文明 跃迁进入科技文明 改变巨大多数的命运 让每个人可以在未来的科技文明下 创造自己的个人价值 让勤劳真的可以致富 让每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让无数人能展现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我们目前 每个人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 提高对未来趋势的认知 坚定不移地跟着发展 积极参与生态建设 而不是一点小事就抱怨官方 修心很重要 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更重要 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此起步 首次迁移主要是那些已经通过KYC实名认证的 第一次迁移后就是生态开始建设 那些已经开发的应用程序生态 大家就可以选择性地去参与 生态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价值 为大家提供服务 形成一个闭合的生态经济圈 相信时间复利的力量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坚持点亮闪电 时间定会给予丰厚的回报 这个世界80%的是普通人 20%是精英 普通人很难觉悟 一生都在为了生活奔波 从而碌碌无为 但是大家都经常幻想成为有钱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 爱自己能爱的人 然而 现实非常残酷 我们往往要得到的 越是无法得到 留下了遗憾 可是 遗憾是人生的一部分 也是你曾经最美好的记忆 Pi Network19年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 这几年许许多多人离开了 但我相信 他们只是暂时的 而有许多派有一直在坚持着 从未放弃过 每天都设置了闹钟 准时点击闪电按钮 能日复一日坚持一件事四年 真的非常不容易 至少说明你能坚持 你坚信着未来 请你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最美好的东西往往都在山顶 经历过人潮拥挤 才能登顶俯瞰大地 OK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派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